这就是豆豆 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看看 忙人怎么煮 这道特别的 我自己自创的 大陆豆豆 就是 大陆豆豆 我将煮这给你们 让你们看 看什么材料 我今天有什么 看看我今天的材料 有什么 走吧 嘿 OK 看完了其他东西 现在呢 我要来介绍的 就是我的材料 我将来介绍我的材料 我将来介绍的材料 我将来使用的材料 这是 Ligamki Season 的材料 就是我们的 李锦记的 蒸鱼籽油 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什么呢 Ligamki Cooking Caramel 就是我们的顶级赛油 顶级赛油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什么呢 哦 李锦记的旧庄特级蚝油 这是Ligamki Premium Brand Oyster Sauce 接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黄面 大条的黄面 你会看到 这个是 白白白 这就是一斤鱼 这就是一斤鱼 这个是一斤鱼 这是一斤鱼 一斤鱼 然后呢 这是一斤鱼 我需要七斤鱼 这个就是大葱 不是大葱 这个就是什么 蒜头 讲错了 就是捷鱼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猪肉一小片 这是鱼 鱼 鱼 有三层 有脂肪 有脂肪 还有肉 这是什么呢 哇 这是一斤鱼 新鱼 这个是袋子 差不多有200克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 嗯 这是鱼 这是鱼 我只需要2 两只鱼 墨鱼 然后几只大虾 几只鱼 会做 这是什么 这是非常特别的 这不是青葱 不是青葱啊 但它看起来是青葱 对吗 这个不是青葱 这个是 葱 什么 蒜头的叶子 是葱 好 现在我们开始 看我怎么煮 不是 看我怎么洗 这个大条面 首先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面洗干净 因为呢 为什么我们要洗我们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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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很多香脆的油 有很多油 有很多油 脆脆的油 所以我们要把它洗掉 我的面已经洗了 现在我们要洗 现在我们回来 好 我要把所有材料 我把所有材料 全部都切好了 全部东西都已经切好了 现在我要来炒我的 大陆面了 OK 忘记 已经忘了 介绍我这一道菜是什么 这个是我自家 自家 大陆面 自己学出来的大陆面 跟外面炒的有一点点不同 等下你们看了 就知道有什么不同了 后来你们会看到 哪个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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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现在 三小时的油 倒入 芋 确定热 热 很够 你的火一定要高温 好吗 不要太低温 一定要高温 好 你看 已经变黑了 everything turned caramel OK 很有色了 现在我下猪肉下去 this is the pork i put i add in the pork 把猪肉下下去 好了 猪肉已经下了 现在我就要下什么呢 就是这些海鲜 记得有水 add in the shrimp and the what squid 这个呢 就是special的sauce this is the li kumki season soy sauce for seafood ok 就是的 真鱼的齿油 我要把它拿来做 seasonal oil 加一点点 差不多 两汤匙就好了 嘟嘟嘟嘟 ok 好了 来 现在呢 我就下黄面 刚才你们看到的 我下了那个中国白菜 这上面已经说 that I put in my 好 我们先加一点点的水 不要给它弄 加一点点的水 加一点点的水 加一点的水 加一点的水 它说 这个是 这个是 Li Kumki 烹饪的 好 这个是顶级的 赛油 我要加颜色了 现在我加入 这个就是袋子 我把它放下去 这个就是袋子 我们不要这样找下 因为呢 等一下它很快碎去 往后哦 我们就加黎锦记的 这个什么呢 就是它的蚝油 那我们呢 再加什么呢 胡椒粉 数量的白胡椒 然后我们盖上它 OK 等一等啊 我炒它一点 然后我会盖上它 再加两分钟 然后我们已经准备了 再两分钟盖起来 就可以吃了 两分钟过了 2分钟过了 现在我的脂肪 我的大条面已经好了 我关火就可以吃了 来看我开盖 关火 然后呢 开盖 哇 好香 好 我们就可以吃了 我的面已经好了 刚才你们看到我倒的那一支 李锦基旧装特级蠔油 它其实它就是面肉 这一盘面 这一碗菜 好 现在呢 我要开始做咖喱心 刚才你们记得吗 这才记得 这就是咖喱树 现在我做咖喱心 把它撒上去 就很美了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吃了 太好吃了 你要这么吗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鲜虾 已经给李锦记的鲜鱼紫油 已经把它泡进去了 真的是太美味了 非常美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李干鸡 这些鲜鱼酱 已经浸在我的鲜鱼 好 现在我要来再试看 我的面条 到底好不好吃 现在我来试试 我的鲜鱼酱 我的面也是太刚刚好了 而且颜色非常好 虽然我没看到 因为李干鸡 这个顶级鲜鱼 这个顶级鲜鱼 已经把它的色 变成很漂亮了 好 谢谢你们的观看 again remember to subscribe my channel remember to share my channel an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I see you next episode Bye Bye 拜拜